今天我们来试玩一款非常有趣的金属 加 它就在我面前的这个小瓶子里面 看到没有 这是一种液态金属 它的形态非常像水银 但是跟水银不一样的是 它是无毒的 我们先把它倒出来 现在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它是一种流动的金属 这个形态真的是跟水银太像了 金属加的溶点只有30度 所以一般情况下 它是以液态的形式存在的 我把我的手碰上去 它并不会像水一样粘在我的手上 你看一点残留都没有 不过别看现在这个金属加 它好像人畜无害的样子 但是它还有一个比较恐怖的特性 就是它可以溶解一切金属 如果轻易能把铁锁都溶解掉 那不就不可想象了 那关于这个实验呢 我们等一下再做 金属加由于它溶点非常低的特性 我们可以用它来DIY很多有趣的东西 就比如说一个勺子 用针管把这个金属加吸收 点击涨 转发让你触摆 转发了 〖中文字幕消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吹风机一吹 它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融化 看到没有 立马就开始融化了 我的天哪 继续吹 整个这个勺子的头部已经变成液体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金属架 它比较恐怖的特性 就是腐蚀金属 我们把金属架滴在这个一辣罐上面 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不是一辣罐的温度比较低 反正它快要变成固体了 所以我来用这个吹风机来吹它 把这个液体架给溅出来了 这个部位就是刚刚接触金属架的部分 我感觉好像变得非常的脆 这个部位变得非常脆非常软 好像我一剪子就可以把它捅下去了 看到没有 哇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地方就已经通了 现在里面的雪碧正在从这个小洞冒出来 毫无疑问 这个金属架的威力还是非常大的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铁锁 能不能被成功的腐蚀掉呢 直接把它放在这个液态金属架里面 挤在它的表面上 我感觉好像是失败了 这个铁锁好像没有任何变化 还是非常的坚硬 拿锤子轻轻的敲一下 毫无疑问它并没有被腐蚀 事实证明还是用钥匙开锁比较方便 所以刚刚那个担心也就是多余的 如果坏人用它来开锁的话 还是比较麻烦的 况且如果真的用这个金属架 把钥匙给溶解掉了 所得到的东西可能还不够成本吧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 那么总的来说 这个金属架 它这个溶点滴的特性 还是非常好玩的 最重要的是它无毒无害 好吧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